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好 那麼講 因為現在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看幾個角度 第一個 郭台銘 郭台銘是不是繼續放任旁邊 旁邊幫他的人繼續講話 第二個 侯友宜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記住要選總統的人不是朱立倫 是侯友宜 那團結 是這個侯友宜被徵召那天 在國民黨中堂會講最多的字 團結團結團結 那侯友宜你做了什麼 侯友宜現在說話了 他說所有的朋友 只要有共同信念都會合作 但人家願意這樣跟你合作嗎 用講的 用共的 用共的尊審 然後第三個就是朱立倫 因為現在都還不是郭台銘自己講話 牛鬼蛇身 叫郭台銘去中南部 叫郭台銘去美國 叫郭台銘去日本 朱立倫不用出來講一句話嗎 你至少要澄清一下吧 你不一定要反駁光情 但你至少要出來澄清一下 為什麼 否則這都會留下後遺症 那國民黨做了什麼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就是說 郭台銘有情緒現在都看到了 那麼最重要的 國民黨的第一男主角是誰 不是朱立倫 是侯友宜 那你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事情吧 為什麼 因為你是要選總統的 你如果連郭台銘都團結不了 你要團結誰 這很簡單 因為你們這就是初選 那朱立倫 我可以想像得到 朱立倫 這個時候國民黨黨中央 大概不會做太多回憶 為什麼 怕繼續激怒 可是這不代表 你不做任何事情 我為什麼要提醒 國民黨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你未來 如果你要爭取執政 你怎麼面對兩岸關係 你怎麼去面對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比郭台銘還麻煩 所以侯友宜跟朱立倫 你不是表示沉默 你就可以處理這個事情 這個裡面考驗的是難力 郭台銘就是告訴你有情緒 但是他還沒走到 他自己親口講話那一段 那牛鬼蛇身 你的總統候選人 以後要跟牛鬼蛇身 一起牽手嗎 侯友宜到時候 到了地方跑選舉 今天傳出來 何慎豐議長 他要拜託許書花 先去挨下注意一下 然後你牽起何慎豐的手 牛鬼蛇身 這個事情 國民黨要怎麼處理 你的議長們 都變成牛鬼蛇身 而且牛鬼蛇身們 還真不少 如果你這樣算進去的話 閻清彪什麼 何慎豐張立善張榮衛 這些全部都被點名了 許修睿都被點進去了 但侯友宜說 希望新連心向前走 挺郭派 他現在努力修補關係了 那我覺得就像你講的 侯友宜現在 他一定得面臨到這個問題 你要修補關係 第一件事情 當然是郭台銘 當然是郭台銘 只要郭台銘認了 後面這些火都 旁邊這些才能處理 只要郭台銘不認 你怎麼處理 所以唯一能救侯友宜的 其實只有郭台銘而已 當然 在日本你聯絡不到嗎 他五月二十一可能就要回來啦 你第一個時間 當然是 甚至你如果知道郭台銘要出國 你都應該到機場去等他 拿出誠意出來 因為你贏了嘛 贏的人就要有方法嘛 但是你看到國民黨現在幹嘛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你在看的是國民黨在幹嘛 侯友一直幹嘛 不是啊 你有看過詐騙集團成員 喜新革命說 拍誰拍誰 我那時候不應該騙你的嗎 講詐騙的話 那就是郭台銘的問題了 你怎麼有可能被騙兩次 我為什麼講這樣子 我講這句話 另外一層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郭台銘想要選總統 如果我們要選總統的人 如果他有機會當選 他被騙兩次 那他會不會被中國騙 會 這很可怕 郭台銘可以被騙兩次 郭台銘不要說自己是政治素人 2019年的時候 你已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你不是政治素人 你的企業企業王國固然很大 但是你不應該在這個地方被騙吧 你怎麼可能這樣子被騙 如果侯友宜可以跟朱立倫可以騙他 那他就可以被中國騙啊 那如果侯友宜沒有能力處理郭台銘 我要怎麼相信你處理要中國 你怎麼去處理美中 因為兩岸 兩岸關係的上位架構是美中關係 你哪有能力啊 你不能就站在那邊督麥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自從道合的時候團結在一起 用講了就結束了 我可以跟他人家 冷靜我們是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真的是好朋友嗎 好那東浩哥我問一下 如果以侯友宜現在的能力的話 他有辦法整合這一些議長首長能嗎 不知道 因為過去的侯友宜從來不知道 他跟地方有什麼聯繫 我那麼講 為什麼張榮衛會幫郭台銘 因為張榮衛的派系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他自己的選舉 郭台銘翻過 所以他要還人情 自己的人情 所以你看張榮衛真的很出力 那牛鬼神人出來之後 張榮衛算什麼 還有為什麼說侯友宜處理不了 好用言寬恨最簡單 就言清標為什麼要站出來挺郭台銘 因為換位子嘛 你是國民黨的第一男主角 然後在提名言寬恨的時候 你忽然跟盧秀燕來個換位子 任何一個當爸爸的人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你心中作何感想 侯友宜有沒有能力啊 我還是講一句最簡單 在看這件事情 一方面固然能看國民黨的笑話 就是說你要選總統 你一定要把你的能力拿出來 那你的侯友宜的能力是什麼 我再說一次 不是朱立倫要選總統 除非朱立倫真的換侯 那個時候才是朱立倫的責任 否則團結郭台銘的責任是侯友宜的 你要花多少時間 這裡面再算的不是你們有沒有見面 是你花多少時間 你花了多少時間才能讓郭台銘 開口約束幫他的人 不要再對外講話 否則的話這個繼續燒 講的就更白一點 侯友宜被提名 應該要有一波被提名的選舉紅利 結果大家現在看的笑話是什麼 有 選舉紅利有 但是這個選舉紅利是柯文哲的 那真的叫笑話 侯友宜說要修補關係 現在跟挺郭派來修補關係 還特別打電話給花蓮縣長徐正衛 想要跟傅崑奇修補關係 有可能 依孫哥 這個以前侯友宜 鄉人炒車的都不要跟我們做朋友 所以是新八市議員 他也有說 我沒有黑道的朋友 什麼叫我去照 我做警察千人等 我不要叫黑道交叉過 我去坐也不實在 你不用叫我來免 不可能 好 接下來 我先講那個難頭好了 他為了要見何勝峰 他請誰 請誰幫忙找何勝峰 叫許淑華 你腦子有動嗎 許淑華要叫何勝峰 擠了 許淑華 趕快把何勝峰說擠了 不然你記一下 何友宜 何勝峰哪裡了 何勝峰第三 第三 第三角頭是什麼 你去找那個人 你什麼叫許淑華去找何勝峰 你都亂從你知道嗎 接下來這些事情都是要何友宜自己去處理 可是何友宜因為從警到現在 他不認識任何一個黑道 大哥也不認識 小弟也不認識 我現在很多都沒辦法連絡 你知道嗎 完全斷線 但是他有這些警戒的系統 會幫他分析說 如果要找阿米 你應該找什麼 要找票 你應該找什麼 要找抽點論 你應該找什麼 請問你這檔案卡機的時候 幫你安排的人 就是你以前陷人 臭車的人 可不是 你要找傅崑崎 你靠徐政衛也沒用 徐政衛接到電話 其中可能 何友會靠去說 徐縣長 這次謝謝你多幫忙 徐政衛幾種答案 徐政衛可能會回答說 好喔 好喔 第二種就說 好啦 那殷川哥 徐政衛有表達恭賀之意 這個是近世前嫌的嗎 對啊 所以我說 徐政衛講 一樣講好這個字 那個口氣就不一樣 好喔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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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比較不出來 哪一個比較好呢 你也幫我跟那個 副縣長講一下 副縣長 副縣長 我也沒有他的電話號碼 你自己打給他 就是說這種 何友宜要每一通電話 自己去打 自己 而且我跟你講 何友宜卡定的生意都不夠 你也去和聲峰 讓家庭泡一個台去飄啊 他們那叫這個郭台銘人 去送那張企劃頭前 也要再夾一張 人到了 情意就到了嘛 去跟 去跟會失禮說 過去我就說不對 我知道我們的主席 就跟不可以說話 朱立倫人就跟高義 說你娘過所神 其實你是好良百標 對不對 所以 朱立倫就特色人跟不可以說話 所以這個我來幫朱立倫 會失禮也可以啊 你都用 我都用你講的 可是你誠意要做主 卡電話沒辦法解決 這裡全部的問題啦 人一定要看到 而且你一定要找對人 可是因為你就說你都不實在 黑道嘛 黑道你都不實在嘛 不管是什麼 風波山 海風什麼風的 你都不實在 不實在沒關係啊 不實在 你也有朋友啊 你也有什麼戰警的 辛北戰警 或者整個警察 他可以幫你分析說 要找什麼就要找什麼 這些電話 這些敗風 這些泡地 你如果都不去處理 都是表面啦 這就等會 好啦好啦 好啊好啊 最後就說 好啦好啦 不要再卡了 不贏啦 就這一種答案 對侯友宜接下來的選舉 是非常不利 要修補關係 更是困難啦